我们在这个新闻当中常常看到骂人不带脏字呢 常常也是会挨罚的或者是要罚款的 不过呢就常常是看法官是怎么样来诠释 比如说呢有人跟人家这个闹不和的时候 把人家对方的名字当中呢 家里一个乌龟的龟字 那么就是对方觉得说你这是在骂人吗 所以就觉得说是在侮辱他所以提告啊 但是法官认为说龟这个字呢 是有吉祥的意义 因为是一种长寿的动物 所以呢就不构成侮辱判决无罪 而另一方面在桃园有一位太太 传了手机给男朋友说 你不再接电话的话我就要杀到你家 杀这个字呢是什么意思 法官想说啊就是想要赶快冲到你家的意思 也不算恐吓同样也是判无罪 男友提分手桃园一名成心妇人狂打电话 对方拒接于是气到传了封简讯写着 不接电话我会杀到你家去 男友据此告妇人恐吓 但是桃园地院法官认为 杀这个字在这头简讯里头 是想要快速冲到对方家的意思 就像半路杀出成咬金的用语一样 不构成恐吓要件判决无罪 相同的案例也发生在台北 一名男子在网路游戏上po文 说对方是翻载 魔人 丧家犬 还把对方的名字里头使用了归这个字 法官认为 翻 魔和丧家的字眼有贬义的负面评价 认定公然误入罪成立 判处拘役五天得医科罚金 但是归这个字法官认定 这是指长寿的吉祥动物并无负面意义 和桃园的杀字一样都以无罪判决 昨天新闻台北桃园 终合报道